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面对死亡不容易 尤其是被判刑死刑定验的死囚 蹲在小小的牢房中 无止境地等待执行 可以说是过得万念俱灰 身无可恋 但有一名罪大恶极的死囚 却在牢狱之中遇上了救赎 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神话KTV 纵火十六死惨案 时间回到1992年 11月21日 案发地点在台北市中山区 釜顺街 一间KTV叫神话世界 凌晨三点 去了一名附近的住户 拖着一桶瓦斯桶 到柜台叫嚣 要店家把那个人交出来 服务人员一头雾水 KTV会计江梦娟发现 情况不对 立即打电话报警 但没想到眼前这个人 下一栋震撑震整栋大楼 参加行 趴下 凌晨3点08分 位于台北市府顺街 33号二楼的神话世界KTV 参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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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达16公斤瓦斯桶 和打火机引爆 时间回到81年11月21号凌晨 一把无情火 把当年 围在台北市府顺街上的 神话世界KTV 烧个精光 瞬间大火浓烟 阻隔了唯一的出入口 造成了16个人来不及逃生 宝贵生命 就在这一场火当中被吞噬 此外根据了解 这起重火事件 一共造成了16人死亡 两人重伤 宣判所引爆瓦斯桶的地点 正好在出入口旁的通道上 使得KTV内的顾客 纷纷走避不及而葬身火箍 而在现场目击歹徒纵火 并且冒险 追捕纵火犯的 宜兰县警员张启昌 目前正躺在国台医院 烧伤中心 梁平刚好上厕所 逃过一劫的九克林证明 以及宜兰县罗东分局的 远警张启昌 都是纵火时的目击者 想要上前制止 却也来不及 本身也是警察的张启昌 为了追捕汤明雄 全身被灼伤 我真的完全要喝酒 就完全什么事 就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晓得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说 拿瓦斯桶到KTV去的 我也不 真的完全真的 酒就真的完全酒 你昨天几点来回到家里 我不晓得 闯下大祸的是一名 计程车问奖 就住在KTV隔壁 浑身酒气醉寻血 落网时还在茫 他清醒后说 当晚在KTV一楼外 有遭到不明人士殴打 怀疑就是店里 唱歌的客人所为 所以一怒之下 回家拆下瓦斯桶 打算找人报复 但过程全断片 而16名罹难者中 其中叫余芙蓉的 就是知名艺人 余天的弟弟余蓉 瞬间二楼就陷入了一片火海 当时的包厢内 共有十多名的酒客 和三名坐台的公关小姐 知名艺人余天的弟弟 与福隆也在其中 根本不知道外面 已经是大火一片 就连唯一的逃生通道 也被大火阻隔 尾幕就遮掉了 然后那个通道 有的也被堵起来 就像在楼上 它也变出入口 就变剩下一个 现在有的有 纠缝乘工 哇 纵火一丢 哇 人没得跑 闭上了我双眼 脑海里面就想起 最难忘的 以往是 以母母应心的 这是二十年前 我在屏東表演的时候 在台上唱的歌 但半年后 再两个人 整天总的来跟我说 说我们兄弟 在台北生化客里面 去用休息 所以 每次我唱一首歌 我去想到我们兄弟 去用休息的情形 我去到的时候 我只看到就是 他那个时候 是整个脸是被熏 我的感受是说 怎么我一个这一辈子 这么爱他的一个人 为了他抛弃一切名利 吃了这么多的苦 怎么他现在躺在那里 没有反应 鱼蓉的奏势 顿失经济来源 为了养家 季宝如下海当企妈妈桑 他里面其实就是酒店 那这种就是 大家在那边喝酒唱歌 汤明雄他跟人家发生口角 那口角以后他就 他就认为说 这个是被这边的人欺负 所以他就去扛了 这个瓦斯桶去那边 汤明雄从小脾气暴躁 异怒且攻击性强 十几岁就开始涉及恐吓 怯道伤害 甚至杀人等罪 也因为酗酒两段婚姻不欢而散 连两个孩子都跟他不亲 这回又因为妨碍自由 蹲了半年牢出来 依旧死性不改 酒后闯下严重大祸 与嫌犯汤明雄的纵火动机 中山分局干员在今天上午 特别将嫌犯押解到现场展开证讯 因为私人的纠纷 所以对KTV这个店产生怨恨 进去的时候当然他主要他其实就是要讨 等于要讨回这个公道嘛 进去他当然就会跟这个柜台人确实是有一些争执啦 那在争执中因为他 那我记得他是有喝了一些酒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作用也会有 所以就整个柜台人跟他阻挡什么 大概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第一次结婚是在民国六二 六十几年 六十八年 那我七十一年因为过世杀人之死 他也被判了两年突袭 就关了两年回来又气体直善这样子 离婚过后我就离开中立啦 不要住在中立就对了 我就上台北做事啦 那他没有吃事之前就是比较年轻啊 就是每天就不会说很认真去想公司这些啦 就比较喜欢玩啊这样 那朋友这些一些朋友去喝酒这些啊 还赌博这些的 台北地域一选宣判 神话KTV业者王卢生赵敬古 因为违反商业登记法 和业务过失致人与死两项罪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而汤明雄由于夺走十六条人命 被判处死刑 干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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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地方法院现在将纵火的接犯 方明雄判处死刑 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两名业者也被法官认定了他们没有遵守建筑法规设计 什么事 准备解明 方明雄 官司拖了一年多 又哽又发回了 心里很烦啊 很躁这样 然后 因为我家人又没有来看我啊 我老婆又没有看我 心里又一直在烦 还想不知道要拖多久啊 那时候我就打毒品啊 麻醉自己啊 后来就想啊 干脆就自杀算了 那第三次我又自杀 不管没有发现 那甚至很粗 甚至断掉 从中间断掉 就在想 如果命不是 不能这样自杀吧 还是要接受法律制裁吧 背负了十六条人命 入狱后只想求解脱的汤明雄 曾在狱中三度的自杀 等死的煎熬比宣判无奇徒刑 还要难受 汤明雄被妻子孩子放弃了 一无所有的他都在死牢 已经放弃求生欲望 只想尽快枪决 以一命抵十六命 在1995年3月 他收到了一封信 是其中一名被害者 远景杜盛南的姐姐杜花明 他是屏东县舞台国小的老师 信中写着 汤先生在台北法院出庭时 别人恨您恨得咬牙切齿 我却躺着眼泪向上帝祈求 给你一个毁过自信的机会 汤明雄不敢置信 一连看了三遍 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说自己长这么大 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绪 什么有可能呢 被害者他弟弟 他弟弟被我烧死了 他竟然会写进来了 他不但没有在信中 不但没有恨我 还不但鼓励我 我想假如今天是换做我的话 或者我家人的话 也不可能有这样度量 那时候真的我就深受他的感动 然后我就想办法回信给他 然后我就一直通到现在 快两年了 总比那个自杀时 总比那个车祸时 总比那个另外的时 我觉得我弟弟死得很有意义 他是杜花明 17年前神话KTV纵火案 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他却决定原谅祖贤汤明雄 两人还以姐弟相称 正在准备要上班的时候 那个就听到说有火灾 就听到那个声音说有火灾 就报那个死亡的时候 就看到我弟弟的名字 然后接着就抬出来 那个看不见是面孔看不到 但是那个鞋子 那个鞋 我马上就打电话 打电话到那个队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没有错是他 我认为我们人都会走 今天我弟弟这样走了 我不知道神要教我们做什么 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在这个这件事上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 两人持续通信 并开始以姐弟互称 这份得来不易的宽恕 即便只是16分之一 也让汤明雄整个人焕然一心 原来在世上还有人在乎他 他戒掉了坏习惯 变得有礼貌 连看守所的人都觉得惊讶 隔离两人甚至还在 狱中相见 1996年10月4号的这一天 绑指教练的汤明雄 缓缓走出牢房要去会客 在会客室等待的是 被烧死的杜盛的姐姐杜花明 都以书信往来 以姐弟相称的两人 头一次见面 明星是你吗 谢谢 不是我 姐姐 对不起 你没有想到会看到你 感谢主 你得救了 在这里生活得好吗 好 你联系前的私封信 我都没有时间回 家里很多事情 是 我好高兴能够看到你 但是我 以后看到你 我又不知道要怎么讲 没什么 我所做的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个完全你要感谢主 家里人有没有来 有没有再来看你 没有 都没有 谁也没有料想得到 我们会在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来见面 主啊 这个都是你的带领 感谢赞美你爱他 也感谢赞美你爱我 主啊 求你讲我 心里要说得好 带他们给杜姐 好吗 感谢主 阿弥 我有病 阿弩江河 我有病 阿弩江河 我有病 阿弩江河 在我心 阿弩江河 我有病 阿弩江河 我有病 阿弩江河 我有病 阿弩江河 阿弩江河 他没有惊恐 没有害怕 依旧维持那 腼腆的笑容 说 因为我真的是要去旅行 高兴的还睡不着觉 杜花明得知消息后 连忙赶到台北看守所 见这个弟弟 最后一面 带妈妈来看你啊 所以我就 所以带妈妈来看你啊 妈妈你不要难过 不要为我高气 妈妈说不管怎么样你执行以后 执行之前 不管怎么样 他的心里面就是有你这个儿子 那姐姐我刚跟妈妈讲说 真的 虽然 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妈妈 但是 我就像 跟我亲生妈妈一样 真的我心里这样想 一个母亲丧子之动 是合同的 危惨的事 他竟然能够 因为这样宽恕我 还把我当作是亲生的儿子一样 真是很感激他 我想要握他的手 谢谢你 等于是送他行 他要回家 真的 我们会舍不得 但是呢 我们相信 他是要回家 回天上那个家 那个美好的无比的家 家属杜花明一家的宽恕 让汤明雄不再害怕面对死亡 枪决前 感觉就像要出国旅行一样 最后潇洒的走上了刑场 神话悲剧 随着刑场的枪声画上了据点 汤明雄陪着16条冤魂一起回家 这一段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 不但在阴暗的监索角落中被挖掘出来 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导演吴秀金靠这部感人作品 入围金马奖 更获得金碎奖最佳影片 传递的不只是原谅的艺术 纪录片被授权给了法务部 希望更多的受害者 勇敢走出伤心的阴影 1997年7月21日 汤明雄伏法顺利捐出心脏跟眼角膜 结束他争议混乱的一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要宽恕一个人的罪 非常的不容易 杜花明也曾说过 是信仰一直带领着他 两个生命的最后交集 一样整起悲剧结局 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最后让老Z工商实践一下 最新中天自由品牌保养品 KS皇家呵护 保湿舒缓凝胶 采用国际协会认证 高品质 库拉索如晦 并添加高锁水成分 小合菌胶 保湿舒缓 清合不粘腻 现在就像快点购 填上老Z推荐代码 享受更优惠的保湿体验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